四面環山豐沛水源的南投埔里 日夜温差大 在富含有机质的粘质壤土上 最适合生产一种水生植物焦白笋 全胎九成二产量都来自这里 沉珠高度最高可到2.5公尺 井然有序的一片绿色笋田 这是埔里焦白笋的最大特色 二十多年来农民以井字间隔 110到120公分宽 发展出最有力根系的种植法 定期注水 采收前放水加深到大腿 水面上满满一片浮平 是为了防止笋肉照射阳光而老化 你看刀子下去 看没刀子了 拿起来 这样一只 这是小只的 眼明手快的笋农刘宗贤 是焦白笋比赛的常胜君 总能在一片浮平下 一刀划下采收最新鲜的焦白笋 人工采收的功夫 及其做不来 全凭27年经验累积 怎么没有 加油啊 拉 往后拉 稍微出一点力 往后拉就好 你没有觉得我们都一次往后拉就起来了 我已经出满力了 我好像割错了 对 终于割到肉了 我就说你一定会割到肉 底叶农人精准采收真的不容易 这种层层苞蝶白皙直软的焦白笋 生长过程以一种黑碎菌 在室温28度下刺激笋经细胞不断膨大 经由叶片光合作用 阳分累积 生长出形如小腿状 硕大肥美又直又白的焦白笋 在台湾又被称为美人腿 三月到十月 一年两收是埔里最大产季 但随着农人耕种技法更新 发展出的夜间照光种植 如今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 你看刀柄嘛 刀柄的长度 这样有没有市面上剩薄皮而已 对 这就是市面上的焦白 以鱼笋共生法友善耕种 长约25公分的焦白笋 农人们总在采收后 趁着新鲜吃出笋子清脆甘甜 去壳刨成丝 江雅慧这几年做农村体验 把焦白笋入菜 以小黄瓜蟹肉撒上花生粉 淋上沙拉酱 吃得到焦白笋手卷的清脆 还有另外一种简单料理 是蒸过后放进冰水 吃焦白笋原味 我们的焦白笋 它生吃跟熟食 它有两种不同的味道 像熟食的话 吃起来会淡淡的奶香味 那如果是生吃的话 它会有淡淡的蔗香味 我们说的甘蔗味 所以它两种吃起来 是完全不一样 适合气候凉爽 水源清净的焦白笋 全台种植面积约2000公顷 总产值20亿元 最大产地蒲里 以早生清壳品种为主 在北台湾 宜兰 金山 桃园也多有种植 其中阳明山大屯火山群山脚下 山群水流金地三只 层层叠叠的梯田 每年9到11月 一年一收 赤壳品种的焦白笋 纤维细致 白皙脆嫩 是不少韬客们 每年秋天最殷切的期待 三只的焦白笋 你采起来 不要超过一个礼拜 你赶快把它吃掉 越早吃吃越甜 如果你放很久 它就甜度会消失 跟玉米一样 爆香 在三只农员家的厨房里 爆香蒜头 辣椒 猪肉丝 拌炒后加入新鲜焦白笋 放水了 然后它滾就好了 这道焦白笋炒肉丝 还有一起卤到入味的焦白笋 红烧肉 笋块吸饱肉汁的咸香美味 卤肉又因焦白笋 清甜而简腻 能炒 能卤的焦白笋 是台湾家家户户餐桌上 最常见到的妈妈味家常料理 为了让焦白笋风味延续 餐厅主厨把焦白笋 包进水饺里 自己品尝 历史2000年种植流传至今 黑碎菌随着焦白笋 不断地保存并繁殖 从鲜食蔬菜 加工食材 到欢庆年节的烧烤选择 走过四季不畏冷冬 农人们穿梭水田 耕耘孕育守护着台湾农村 高经济价值的淬甜滋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感谢观看